賽道上極速狂飆 McMertree旗下純電車 在英國國際賽車節以39.08秒的成績 拿下冠軍 打敗寶石捷 法拉利等超跑品牌 甚至超越F1 刷新世界紀錄 除了車廠馬達外 電動車的心臟就是電池 而這背後工程竟然來自 臺灣老牌水泥廠 臺泥 董事長張安平股東會上講解電池細節 臺泥成立超過七十年 這幾年積極轉型綠色企業 旗下能源科技搭進新創電動車廠供應鏈 創造紀錄為臺灣爭光 更拿到飛天車合約 在天空進行接駁 英國飛天車公司將電影 場景化為現實 六號宣布 洗手能源科技為旗下第一輛 飛天計程車供電 為了滿足未來客戶需求 母公司臺尼更斥資一百二十億元 在高雄新建超級電池廠 預計二零二三年第一季投產 看到這些臺廠要往電池發展 千萬不要笑他們說啊又又只是這個一個夢嗎 我覺得不是他已經落實在產業上了 去年電動車電池市佔引營的實彈百分之三十點七最高 中日含廠把持超過八成 臺灣也要卡位 甚至臺塑砸一百六十億元 在彰化蓋磷酸離鐵電池新廠 而鴻愛則在高雄設立電池型研發中心 臺廠將就有技術延伸 目標打進全球電動車領域 成為下一座護國神山 上一圈的林玉峰方向台北倒